打一辈子星际做一辈子朋友 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这一期由少帮主带来的星际正版236G节目 那么这期节目我们带来全新的两个计策 分别是吊虎离山和维位旧赵 那么第一个计策我们带来的是吊虎离山 来看一看吊虎离山到底是怎样在星际正版2当中体现的呢 好的我们带来这场对抗呢是一场DVT 人族选手和重渡选手 都是来自于韩国 首先用了眼帘的是红色的重渡选手出入在塔达林圣坛左下角这个位置 7点钟 而我们人族蓝色就出入在地图右上角1点钟的位置 NEXT战队的MISO还是MISO啊 应该是MISO 好的看一下 其实说到这个吊虎离山啊 大家应该比较容易想到就是老虎本来在山里面嘛 然后你在山里面去攻击老虎 老虎是地形比较的熟悉啊 然后也是轻车输入防守起来比较容易 你想抓住这老虎是很难的 那你把老虎引出来 比如说用一些诱饵啊 放一些肉啊 吸引他或者一些有血腥的味道 这个时候老虎可能会冲出来 离开山以后你可以占据山 然后等他回来埋伏他会等等都可以 那么在星星争霸当中啊 我考虑了一下 吊虎离山用这场战暴来诠释的话 效果会非常的好 来看一下双方的开局 目前来看呢 虫族应该是一个裸霜 哦 先是选择一个探路啊 这个探路还是比较早的 这也是防对手可能带来的两兵营吧 野兵营的Rush的话 确实还是挺 对于这个TVC来说 虫族还是挺头疼的 而人族这边看一下 目前做了一个补给战之后 没有做七框 这是选择直接裸霜 因为他兵营也没有做 这边也是裸霜 开局上两个人都还是比较偷的 由于是四人图 所以他路上 人族也料定虫族会比较的晚 再者说虫族 一般不会放七地或十地来打人族的 因为人族可以堵口 需要一个基地在这个路口上堵住 外加一个兵营 有时候可以把路口堵死 然后看没有什么危险的话 这个基地飘出去 落在这里 好 堵上一个兵营 而重租这时候就非常开心了 不过这张地图关键点是在于 这边有个岩石 重租三框很难开 所以就会比较头疼 好 这边呢 放下了雪 三基地直接内三了 这个选择 内三之后 先七框后雪池 虫族其实也是非常的针对 内三的话 虫卵是非常的充足 它可以出兵的同时出农民 或者说是三基地补农民 那速度都是相当的快 雪池之后 这个七框之后放雪池 然后第一时间拖了一些农民 拉去二框采集 这个非常安全 因为对手这个兵营 到现在还没有做好 没有任何的压力 重租可以全线的补农民 三基地补农民 同时呢 这边好了以后 还可以三基地出还后 很快的就 让自己的这个地面防御能力很强 人租在家里面又补了一个兵营 同时进行一个探路 塔尔老德也是没有太往直接对手家里面飞啊 因为他直接飞到对手家里面会被枪兵打掉 所以说他选择飞到一个角落里面 在这个角落里得多好 人租的探路呢 显得有些悲剧 由于他一直在家里面是没有出去过 所以说他这个探路肯定是不对的 家里面起了双气 两兵之后应该会转到火车 而重租家里面还在补着农民 这张地图现在的版本是这个岩石被取消掉了 但是在以前的版本还是有一个非常讨厌的岩石 也就导致重租不能直接把三基地放在这个位置 如果放在这个位置的话 重租虽然防守压力比较大 但是少造一个基地也是非常合适的 一个SCP是看到了重租家门口 这个农民应该是可以进去看到一些东西 因为皇后还没有出来 小狗在军坦上是可以追上农民的 看看对手家里有三个基地 重租也比较稳了 应该不是一个极限的rush 补了三个基地 或者说应该不是一个潘科技的打法 rush还是有可能的 但是挡了很多枪兵的method 家里修了一个地堡 同时这条小狗好像能进去 SU过来把他围住围住不让他进去 漂亮 保护着自己的 掩护着自己的枪兵 把这只小狗打掉 重租家里面放下了毒暴虫巢 三基地如果抱一波狗加毒暴的话 可能给人租还是能带来一点压力的 但是人租家里面已经开始武地堡了 同时这边做了double附件 是给重工厂 反应堆 双重工啊 那这是要走机械化吗 可是有两个兵营 这应该是一个半机械化的 搭载了科技实验室 那这是要升级暖火的火车 这边是给了一个反应堆 看来是这样一个想法 想法非常的好 是一个两兵营加两重工的一个开局 两基地的裸双开 所以说经济也非常的好 直接支撑自己四个兵营 剑出四个出兵剑主暴兵 这边放下了BV 没有升二本的意思 因为气体踩的不停不多 而重租用小狗把这个岩石咬掉 同时可以放下自己的三框 这边第二个期框终于是做下 重租现在有气没钱 有气的话 其实可以点一下这个二本了 因为双方都是比较运营性的开局啊 这边是打掉一个奥落的 奥落的竟然是看到了重工 而且看到了Double附件 那应该会防一手火车 现在有提速 防火车的话 应该问题不大 只是路口呢 不要让蓝火溜进太多啊 蓝火杀农民那真是太快了 家里面还没有提二本 人都家里面一个地堡 加上少量的部队进行一个防守正面的路口 出几波敲鸣 准备把这个岩石打掉 开始自己的三框 家里面三基地已经修到了差不多 快造好的样子 蓝火在研发同时生产火车 双方农民数量对比46对36 由于人自有矿楼的存在呢 还是可以接受的这个农民对比 但是他接下来有一波蓝火火车 可以给对手带来很大的杀伤力 看看重毒会不会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对手可不是普通的火车 是蓝火火车这边用一个 虫族小狗的天女丧花呀 也是克隆操作 把整个小地图是站满了 各个角落里面藏了各种各样的狗 overload也飞行的位置不错 这样的话 你看中间的四个浪漫塔首先站住了 站住了以后 右边呢又做了三条狗 防你任何一两种艇出来的空头 而这边也做了两条狗 也就是说你想绕路进来 空头我是很难的 这个角落里藏在这里 你看谁也看不见谁 还可以看你有没有三框 因为这个视野里面 恰好能看到这个三框位 岩石被咬掉已经看到了 火车这边烧掉了一条 德格林 有人说为什么关主这个小狗 是可以被灼烧成这个燃烧的东西的 这是看其他服务器的战报 比较老的战报是没有这个 国服的和谐的 其实并不是我打了什么反和谐的补丁 而是现在这个1.5的版本啊 你只要看1.5以前的这个版本的录像 只要它是别的服务器的 都不会有这个和谐 但你打的时候 依然还是非常和谐的这个小黑人 好 这边蟑螂出来了 应对你的狼火车 但是小狗仿佛是逃不掉这个厄运 死掉了两个火车 火车的轱辱也是建设到了马路中央 哎 这个火车心情不舒畅 躺在马路中间 躺在大街上吧 心情不舒畅 躺在大街上 出了一个坦克 这边是五兵营 那这样是一个半集结化 哎 这是什么 虫道网络 坑道虫 加上飞龙塔 这个组合非常的有意思啊 居然出飞龙还要做一坑道虫 家里面有很多的蟑螂是真的 火车还在外面巡视着 三矿这边呢 有几只蟑螂来防火车 而三矿农民并不多 火车过来了 看看能不能占到 估计很难占到便宜 农民并不多 火车如果强劲的话 会非常的亏 好 看到你三矿开出来了 而三矿防守呢 并不多说明自己兵力并不是很多 这一个overload看到你的三矿飞出去 同时自己侦查一下你的家里面 这是一个监察王虫 眼虫 这个可能是要使用坑道虫进行一波进攻 这边几个枪兵是把你的眼虫赶走 家里面有没有什么空头点呢 一个小狗过来侦查一下 吸引了一下对手的部分枪兵的火力 同时呢 由于自己三矿刚开出来啊 虫组也是吸引人族进攻 人族果然大部队是从家里面走出来 而且前线有火车配合着 哦 虫组在这边放磕道虫了 这也是你的大部队出门了 那么我就用俗话说 吊虎离山吧 你的老虎 整个大部队已经从家里面离开了 家里面是薄弱空虚的 而且监察王虫进去看了一下 没有什么防空 所以没有什么防空也没有什么部队 所以选择坑道虫的进攻 这个时候人族是怎么办 是进是退 退的话去的有点远 所以说选择了进攻 两个人是省得了一个换家 这样的话 还是重逐占据优势 因为他先打的 打过来以后 这一招也是由于人族的坦克防守能力非常的强 所以说如果你跟坦克硬拼的话 正面你是拼不过的 坦克出门的时候你可以进攻他的家里面 这一招就是我们说到的吊虎离山 因为我的蟑螂跟小狗 如果在你家里面肆虐的话 战具的主场优势还是可以打的 这边也做了一个坑道虫 马上从这边再传一波兵出来 看这坑道虫里还有不少的兵 好 选择是分一波兵过来 可是这样的话 如果重逐农民出不去也是很痛苦的 飞龙塔也点掉 人族现在把正面路口已经堵死 三抗农民可以动起来逃跑了 蟑螂先走 而人族家里面也是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问题 农民跑不掉 二抗农民也死的差不多了 哦 这边是造了一个坑道虫 想把自己农民送出去 漂亮 这一招如果把农民送出去 那就完美了 皇后也一起带走 那这样的话 人族还有13个农民 虫族还有49个农民 从这边全部跑出来 漂亮 这完美的一个换家 坑道虫确实钓虎离山之计吧 占据对手老虎家的领地啊 马上就可以重新发展起来 而这边Masso的农民并不多了 家里面虽然冲突被拆光 但是这个事实 这个结果他也是非常可以接受的 因为自己农民剩了很多 好 把这边的补给站和两攻城站 该打的打掉 农民全部跑过来 做了一个分裂池 做了一个毒化冲槽 这是关键时刻 赶紧把关键建筑补一下 如果说一会儿没有钱了 或者说是自己的这个卡人口的话 你补不出新的兵 不过our loud现在确实没办法补 因为冲卵应该不多了 好 这边对手飘了基地 自己放下二基地 那这样的话 在对手家里面连拍两片矿 人族的两个轨道控制基地 飘在空中 人族只有两个农民 虫族有31个农民 从经济恢复能力上来看 肯定是虫族占据优势的 虫族选择了大量蟑螂出去寻求机会 想吃掉人族这波部队 还是有点困难 人族的基地是飞走 两个基地也是动起来 蟑螂还有分两路吗 我觉得这几个火车在野外 是巡逻杀对手这个落单的部队 好 蟑螂过来 这几个火车不要白白的送掉 这个枪兵是跑不过提速蟑螂的 人族的部队 汇合一下 要跟虫族刚一下正面 但虫族人口117 人族只有60 坦克如果加的好的话 还有一站之力 如果加的不好 那就是一出威势 哎呦坦克非常的靠前 完了 坦克要被起点 哎呦坦克并没有选择支架 选择了平推 没有选择支架的话 好 这边火车烧掉了一只蟑螂 追着对手的部队打 坦克要支架 漂亮 坦克开炮 好的 轰掉两炮就占一点点便宜 现在虫族 见到哪里面 就可以收场狗了 虫族现在有气 没钱 农民 开采了 基地好了 开始疯狂的采钱 蟑螂退回来 好 人族的部队还是不少的 哦 这个位置 点掉对手的一个坦克 好 后面两个坦克 骑射一炮 哇 蟑螂有点伤 这拼得有点相当的伤啊 枪兵输出非常的高 顶在前面两个坦克火力 哇 完美的把蟑螂这波兵吃掉了 蟑螂这波有点大意了 这个交战应该是退一退的 因为对手坦克架好了 你又点不到对手坦克 蟑螂射程有点短 看来这一波要拉农民了 这个基地要被点掉 趁这个基地被点到 出小虫子一瞬间 选择包夹是不错的 哦 变了一些毒暴 但是毒暴有提速吗 没有提速啊 应该是 人独有21人口 虫独有53人口 坦克 坦克为什么不架起来呢 堵着对手入口 就要对手扑过来 很难受的 平推流坦克可要吃亏了 哇 拖上所有农民加皇后 这一波势灾必行 必须炸掉你的所有部队 很好 守住了 好的 这样的话 有些坦克也没有支架 杀杀力很低 虫独人口43人 人独人口只有3人口 有一点 诶 这边有个科技实验室的女妖 这样的话可以生产女妖 有隐身吗 钱不够研发隐身了 多造一只女妖吧 造三只女妖还是不错的 砸一小矿龙 哦 这个小狗发现了 势必要 哎 不是势必要你说 但你说的每一句话 都有可能成为 呈堂证供啊 不是势必要你研究 但你研究不出来 那你就是一出悲剧 有点看这个 TVB的警匪片的感觉哈 到处是小狗 这招天女散花 还真的是不错的 好 这个女妖出来 重新搭打一个科技实验室 这一个小狗咬掉四个矿罗 你也算是小狗中的 藏鸥了呀 这不是一条狗 不是一条 不是一条 不是一条中华田野犬 也不是哈士奇 它是藏鸥啊 好 又来了很多只小狗 那这样的话就变成 一堆哈巴狗 不过这条小狗是一个人 独咬四个矿罗 这是一个1v4的实力 相当的强 矿罗踩了一点点钱 为自己争取出一些 女妖 而重租家里面 你真舍得放力吧 放了这么多的防空 还有监察蝗虫 就是 不是势必要你的 隐身 只要你过来 你就是屎 唉 就是一条屎路啊 好 这边 一个女妖 看看能不能点掉 两个坑道虫 还是不让你造成 不过这个女妖 还是可以出来 出来以后飘一下 把这条小狗 这条小狗轻掉 然后啪啪啪啪 砸四个矿罗 也是不错的选择 砸在这边 这边没狗 其实这个小狗 可以披荐巡逻到这里 而且对方只有一个农民 你依然可以咬得过啊 这条狗 能不能立功 好 重新又搭载科技实验室 还可以生上女妖 又来一波狗 哇 真是势必 要把你的这些农民咬光 用自己的小狗跟你换 重租家里面 那真是欣欣向荣 各处已经买好了防空 这招 钓虎离山 双方进行了一个换家 换家之后 坑道虫这个这个建筑啊 还真是新又骂当中 有时候不可缺少的一个建筑 非常有用 保护自己农民 你要是从正面走出去的话 那会死的非常惨 但是你从坑道虫里爬过去 三十多个农民完美的保住 非常的nice 好 点掉 这些小狗 血了命啊 也是要换掉 对手的sv 换掉一个对手 就痛苦一下 那都是亲生的sv 哎呦 两bb堵得漂亮 两bb堵入口 这个小狗 即便你是藏狗 你也咬不掉两bb啊 这个农民倒是可以小咬一下 好 家里面又修了一个三基地 人族现在也不放弃 不抛弃不放弃 重度选择出刺蛇 还生了刺蛇的射程 这证明是要跟女妖